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是2021年7月5号星期一 那么在上周啊 我们看到这个周线呢 收了一个中阴线啊 那么这个中阴线实际上已经跟啊 这个前两周两周前啊 以上周开始算 6月48号那周啊 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局部的这么一个K线组合啊 我把它定义为是什么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叫叫什么 叫这个所谓的啊 这个空头炮的形态啊 高位如果出现这种两阴加一阳的形态啊 那么预示着后市将展开调整 这样一个大的方向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啊 就说从3629点6月2号的3629点开始 实际上股指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周期 那么今天是本周的第一天啊 我们看到这个呃 日线结构当中啊 确实是处于这个小周期的一个超跌反弹 那我们看一下小时级别啊 上证的小时级别 非常明显 如果是最简单的啊 大家比如说看一下KD接指标啊 这个常用的一个超买超卖指标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小时级别的这个复图当中啊 KD接的那根快线叫接线啊 那个叫接线接线嘛 接嘛 KD接的接啊 这个KD接的是这样啊 那个KD接的接 那就是这个这根线啊 这根啊 浅灰色的啊 这个快线叫接线 浅灰色的这个快线 如果到达零轴的下方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就预示着 对吧 这个地方要反弹 那我们看之前也是啊 在这个这个位置 那也是小时级别 到达了一个零轴以下 然后出现了一波快速的反弹 那么这次同样 KD接的那个快线啊 那个接线呢 又到达零轴以下 也就是今天啊 下午的一点钟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看一下啊 然后呢 盘中有一个底部啊 然后开始反弹 小时K线 到收盘的最后一个小时 他收了一个中阳线 那显然这个地方的 这个反弹还没有结束啊 那么今天主要带动 大盘上行的一些板块 有什么 实际上 有这个主要是锂电池啊 包括这个稀缺资源呢 有色了等等啊 起到了一个关键的 一个护盘作用 那么接下来 以小时K线为目标的 这个反弹到哪里呢 就是这个缺口 上方是应该是在 呃 这天应该是在什么呢 在上周四的 那个下午的啊 这个最后一个小时 这个地方啊 大家看到没有 留了一个什么 留了一个缺口啊 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实际上就在这儿啊 小时级别这个地方 所以呢 欲试后试的反抽 上方的去补缺口 应该是一个啊 基本的一个路径啊 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路径 那么这个地方会有短暂的反抽 反抽完之后 小时级别的反弹结束之后 骨子还将继续下行啊 继继续调整 那从日线的角度 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那就是说 在6月18号的低点 和今天盘中的最低点 我们看一下 刚好是踩到了 之前的 竞线位置附近啊 就是这根竞线 这个竞线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是连接 4月8号的高点 连接4月8号的一个高点 还有后边有一个高点啊 大家看一下 这些高点的构成一个 这个竞线 那么这个竞线上穿之后呢 6月48号在这遇到支撑 下方支撑 然后今天呢 从盘中来看 也是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支撑 所以后续的这个反抽啊 大家不要给太乐观的目标 就骨子来讲呢 实际上上方的这个 这个目标呢 应该是这个位置 应该是竞线位置 在这个位置附近 这个位置啊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 这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哪来的呢 实际上就是 6月4号盘中的最低点 上去之后 然后是6月25号的开盘的位置 包括这个后面连续 五个交易日啊 包括这个7月1号那天 盘中最低点 应该在这个位置 大概大约是在多少呢 三千五百 三千五百六十点左右啊 三千五百六十点左右 那么后面的反抽 应该到三千五百六附近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什么 就是说 应该是不如调整形态了 那么目前还是属于局部来看 还是一个区间波动的状态啊 那么这个区间呢 也是下移了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标示的啊 这个区间 那么这个区间呢 就是下方是三千五 上方的是三千五百七啊 我们给个上限啊 大约就是七八十个点的空间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注意啊 就现在我们看到 尽管题材股还很活跃 股指呢 但是我告诉大家 股指已经进入调整周期 那目前呢 就属于这个 呃大的方向上啊 它属于什么 去小载幅区间震荡 震荡之后 一旦向下突破啊 突破这个 我们说三千五百点 这个位置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加速调整啊 加速调整的话 那么下方就会考虑啊 考验这个低点啊 这个位置 然后依次考考验前方的低点 那么后续的调整周期呢 我跟大家讲了 3月9号以来的反弹到 呃6月2号结束啊 用了多少时间呢 三个月啊 三个月 那么就是从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一路反弹啊 一路反弹 对吧 到这儿 是吧 这个高点 后面呢 调整周期大约也是 我们按三个月的时间来看啊 所以说下方呢 应该在三千三百点一线啊 有望结束这波调整 当然了 下一波行情 我认为在九月上旬左右 这个启动的啊 这个机会比较大 从户子是这样看啊 接下来呢 我们看 把这个板块啊 给大家说一下啊 今天的这个 呃 涨幅榜里边啊 大家先看这个 呃 板块啊 行业板块 有色是今天是最最强的 从资金的流向当中看 今天有色也是资金大幅流入啊 呃 这么 这么来讲啊 有色今天带动他上行的 还是以稀土 以固金属啊 为主的一些这个题材啊 那么看一下题材啊 今天这个题材方面 呃 就稀缺资源 稀土 固金属 要如果是涨幅榜上看就 一模了然了啊 这两大块啊 实际上题材 是受谁的刺激呢 钩金属 它是用于这个储能电池方面的 一个一个一种稀缺子 金属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所谓说 稀土方面啊 就是稀缺资源里面 重点在这个稀土 实际上这两个是熟的 谁的刺激呢 我们看一下大资金的一个 今天流向流到哪里了 是锂电池啊 别忘是锂电池 是吧 当然了 我们看到这个呃 周末呢 也有一个关于啊 这个加大这个这个新能源啊 新能源电池储能方面的一个投入啊 从政策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目前那个锂电池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储能设备啊 所以说锂电池带动了这个稀有金属或者是稀土的一个上行啊 这是一个驱动力 所以今天呢 锂电池走的是最强的 主力资金呢 流入了将近82个亿啊 这是遥遥领先啊 然后其他才是芯片啊 因为芯片一直在缺货 对吧 只要是下跌 那么必然会出现啊 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弹 那么就调了两天 然后今天一个人中央线啊 中央线上来 那么后续显示芯片题材指数依然有继续冲高的可能啊 尽管前期已经放量 但是放最大量不一定见到最高的最高的位置 当然这个地方他有一个顶部要形成的时候 他必然有会走一个什么 走一个量价背离的过程啊 这个地方量啊 量能起来了 是吧 这个量能起来了 起来之后说量 像这个地方说量震荡啊 震荡之后 然后再给你拉一波啊 再往上拉一波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成交量跟不上了啊 跟不上越来越弱 对吧 形成量价背离 对吧 量价背离 这个时候就很玄乎了 我认为大概他的顶部的区间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跟历史上啊 跟这次呢 有点很相似的走势啊 但这一波呢 他拉得非常凶啊 然后呢 创新高的后来这个量能啊 萎缩过程当中啊 呃 芯片题材指数 他并没有创出新高 而是创了个次高点啊 然后再开始震荡啊 中部 中期开始震荡 那么这次同样 芯片题材指数 在冲高回落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他啊 踩到这个粉射 上行通道的下沿啊 上沿这个位置 概率比较大啊 就踩到下沿 然后再再进一步啊 再上行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所以目前你说该不该追涨 呃 我是这么看的啊 如果说当天主力资金啊 呃 在流入啊 流入某些这个题材指数 或者是个股里边 呃 短线呢 出现一定的调整之后 要大胆的去介入啊 我说短线啊 当然短线呢 就是我们去拨短啊 比如说这个强者横强里边的 比如说这个有些股票啊 那么前一个阶段呢 稍稍微歇了一下啊 本应该是说在上周五就见顶了 但是呢 周末的大的利好消息一出现 然后呢 这个一路啊 快速拉高啊 拉到涨停 你像创业板呢 那相关的个股呢 就是20%的涨停啊 像这样的话 你可以跟政策去博弈一把 就是政策方面出利好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可以啊 把这个地方啊 做一个什么小仓位的一个博弈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买入之后 下方啊 我们设好他的防守位 比如这个地方 开盘看到这了啊 开到26块9了 然后下方那么设在26啊 26的防守 只要收盘价不破 我可以坚守 如果收盘价破了呢 第二天我就卖了 说明这个地方没戏啊 如果是涨停了 强势涨停 比如说像95高科呢 半个小时之内就强势涨停了 对吧 盘中啊 一直到收盘为止 没有打开涨停板 那就持有嘛 还继续持有 而且他的风单呢 非常大 对吧 14900多手 股价也不便宜 32块 那就拿的 对吧 直到哪天呢 盘中啊 没有涨停 或者是上午的时候呢 这个涨停没有封好 一下子把这个封时均价线给你跌漏了 你要注意啊 涨停板的股票 一旦后市呢 封时图当中啊 跌破的所谓这个叫封时均价线啊 这个粉红色的这根线 你要注意及时的高跑啊 所以 眼下呢 就是追涨停 或者追这个短线强势个股的时候 一定是细行 同时也还要大胆啊 但是呢 仓位还不能过重啊 你把所有的筹码压上来 去堵一个涨停 这是不划算的 涨停过后就是一地鸡毛啊 我们说任何股票都一样啊 所以说你在连涨的过程当中啊 我就堵一把下面还能不能涨停 这只能是成功的概率 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同时有一个就是什么 政策利好 一定要有政策利好的这个刺激啊 一个一个配合啊 这是主要的 比如说没有任何的政策利好 就凭这个盘中啊 这个有大胆买入 然后我就跟进去买啊 往往这这种股票在高位的时候 越容易呢 什么呢 回首一个反杀啊 把你扣在里边了啊 很容易这样 就是股价向好的时候 最好还有政策利好的配合啊 这样的股票可以墙中追墙啊 就是走的越强 短线 哪怕是盘中一个洗盘的动作回踩 也要注意及时更进啊 就是说 呃 这个里面呢 是有啊 一定要讲掌握一些方法和技巧的啊 那么关于啊 后市哪个板块继续看好了 我认为啊 锂电池啊 就是随着大盘呢 这个后续可能还有这个两到三个交易日啊 左右的反弹啊 那么今天走的最强的这些题材股 我认为接下来还有个惯性的冲高 当然个股会有风化啊 个股涨幅大了 你要注意 那有些票要补涨啊 呃 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稀土泳池就走的还是不错啊 我们看一下 稀土泳池板块呢 一共是八十多只成分股市 七十三只上涨 啊 下跌的只有几个别 最大跌幅没有超过三个百分点的 啊 今天的涨停板呢 稀土泳池有五个涨停板 是吧 这里面看看啊 其实有些呢 有没有啊 在地位没怎么太涨的 啊 跟这个相关的个股 我认为短线你可以做一个关注啊 那么其他方面一样 比如说固金属题材啊 这里面具体哪些是做这个固金属的 一定要搞清楚 当然 像华友固业那已经涨了啊 那已经是人家正儿八经就是做固的啊 所以说像这种 像这种票呢 我认为后续 应该还有一个惯性的一个冲高的机会啊 当然这样的话 目前呢 你只能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买点 我认为啊 他已经不是买点了啊 买点实际上呢 就是非常的简单啊 就说你没到这个根部这个位置啊 没跟上这波趋势 是吧 这都是趋势拐点呢 这是向下拐 是吧 这是下拐 然后呢 这边呢 是所谓是上行 对吧 这两个点非常关键啊 所以说呢 趋势呢 就是你没有跟上 没有跟上怎么办 那就是有最高的风险 那么追高怎么办 那就是不要立足于中线啊 不要跟他留球战 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冲高了 对吧 觉得这个地方 我还能博弈一把 那你就是 就是属于投机了 投机怎么办呢 就是说高位追涨的时候 下方一定要设好防守 防守位在哪里 要有进有退啊 呃 那么明天就是这样啊 明后几个交易日 就今天呢 周一啊 大涨的板块 后面仍有惯性 崇高机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祝大家投资顺利